移温容易使血管收缩 血液循环供应到皮肤的水分变少 也使肌肤油脂量下降 但是不只有冬天才会皮肤干养 夏天长时间吹冷气的民众也要注意 皮肤痒的时候我会擦乳液 但是我不会选择太香的 因为它我怕会敏感 干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肌肤的水分不足 主要的原因跟环境的湿度有关系 那其他也跟个人的生活习惯有息息相关 像是如果洗澡水温过高 或者是过度的清洁 过度的去角质 都会造成我们天然的皮脂的损害 所以就会造成肌肤干养 干养不可轻忽 更不可乱抓 乱抓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 严重的话甚至会滋生细菌 伤及真皮 长期待在冷气房的上班族更要注意 避免过多肌肤裸露在外 接触冷空气 加重肌肤缺水干裂 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民众 因为冷气会加速肌肤水分的流失 要多喝水补充水分 另外洗完手也要擦护手霜 洗完澡也要赶快擦身体乳 这样就可以预防肌肤干养 预防干养最佳涂抹乳液时间 是在洗完澡后马上擦拭 肌肤此时保水能力最佳 如果等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后 就会影响吸收 十倍公半 大爱新闻大林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